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外贸网站 Wordpress外贸独立站的经验 这是我的网站 这个页面是我这些年总结的一些 关于搭建外贸独立站相关的经验 页面的入口是在网站主导行 Wordpress下面的第四个 有一个叫外贸独立站的栏目 我挑几个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网站改版建议书 这是2014年写的 做一个企业网站需要考核多少个维度 下面这是做网站前需要沟通哪些见站问题 这是网站需求调查表 在做网站之前要了解的 这是来自一位真实客户 关于前期见站咨询的 这里面有一个清单 这是网站验收文打 就是网站上线前后要检查的清单 这是一个视频 好网站的标准 什么样的网站才算好网站 这是请别人做网站 这就是网站夹方需要做哪些工作 就是网站主客户要做哪些工作 第一次做网站备案要了解的 因为有很多做外贸的客户 他不仅要做英文网站 他还要做中文网站 那么中文网站最好是放在国内 如果放在国内 那就需要网站备案 这也是需要的 下面这是做网站是自己建好 还是请别人建网站好 下面这是请别人做网站 需要注意什么内容 签合同前要注意哪些细节需要确定的 这也是关于什么样的网站 才算是好网站 这是做一个小网站 首选虚拟主机还是服务器 这是网站建设的痛点 作为假以双方怎么才能花更少的钱 办更多的事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沟通成本 这个成本不可控 最后这个也是关于性价比的 其实这里面的文章 有一部分是我最近写的 还有一部分是2020年 就是今年过年之前写的 还有一部分是更早的时间写的 我感觉如果你要是做一个外贸网站 或者是wordpress网站 或者是国内的网站 自己做或者是找别人做 在做网站之前 都会有一些问题 会有一些疑问 特别是对一个新手 小白同学来说 看一下我整理的这些文章 视频 会增加一些经验 尽量少走弯路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chan 我们下次见